Reach for the stars 'Cause we're aiming high Hi 大家好 我叫Sara 我们今天没有要当YouTuber 然后也没有想要正式访谈 但是呢 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 TripleW这个团队 在去年所成立的 然后我们今天邀请到 非常厉害的一位人物 他是谁呢 他是团长 在家创作型歌手 就是我们的 世智慕斯 Hi 大家好 我是世智 Yeah 好的 其实今天只是想要让大家 来了解TripleW这个团队 那想要问问慕斯 就是你在敬拜团大概多久时间 敬拜团大概从我大学之后就开始了 大学之后 大学之后到现在大概几年呢 好这不用说 因为这个一说就知道他的年纪了 我们不能说 我们就是不能说的秘密 好那就是其实应该长达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走音乐 那你可以打篮球啊 对我篮球打的不是很好 真的假的 那你有其他的运动吗 我也会打桌球 我也会游泳 但是就是喜欢 好不 音乐这个部分啊 其实我从小到大都蛮喜欢音乐的 我妈妈常常会在家里面放一些 西洋的老歌 哦 对 情人黄丝带吗 是这首吗 是吗 我记得有这首 然后我从小在教会长大 那我们教会是原住民教会 真的假的 对 有很多一半以上的原住民 对 我也是耶 所以这个教会 拍摆一下 我也是原住民教会 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喜欢唱歌的教会 对那所以我在其中耳濡目然之下 我就变得蛮喜欢音乐的 嗯哼 对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学吉他 我国中升高中的暑假开始学吉他 那你学很久吗 大概是一两年吧 对 那好像长简啊 对手指会长简 对啊 大概弹差不多一个月 看你努力的程度 然后就长简这样 有人两个礼拜多就开始长了 对每天弹每天弹 我那时候是抱着吉他 就是在教会里面弹三四个小时 好久哦 三四个小时 然后回家之后 再拿着我们家的那个古典吉他 再练了大概两个多小时 所以一天练 那时候是大概一天 暑假嘛 嗯 大概一天差不多弹五六个小时左右吧 好久难怪练就一番的功夫 其实我吉他进步最快的时候呢 嘿 是我第一次失恋的时候 哈哈哈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 他失恋的时候 我觉得因为大家可能都在台上看过牧师的样子 但是都没有近距离的看过 然后也不知道他私底下的一个你知道那个样子 我觉得牧师可以再透露一点点 你失恋的时候 然后每天弹吗 你是哭着弹吗 那时候其实 本来是要写一首情歌啊 那是我学吉他第一次试着想要写一首歌曲 然后就写到一半的时候呢 那个女生就写一封信给我说 他要跟我做永远的朋友 哦 妈 所以我就变成 失恋了 哦 对 我觉得那首歌要完成就变得很悲伤的一首歌 那是我创作的第一首歌 那你要弹一下吗 我已经忘记了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应该是说第一次写流行音乐吧 对那时候 那应该算流行音乐吧 对对那还不是诗歌啦 那我不好意思我问一下 那你有做过婚礼音乐吗 婚礼诗歌有啊 哇 哇 你要来一下吗 你还记得吗 我想一下哦 啊那算了 哈哈哈哈 还是那边 好啦有吗有吗 有我们牧师结婚的时候 好好好来来来一段 大家可能没听过不一样的哦 来听一下 诶 为你唱出一首新歌 在这最美好的时刻 好浪漫哦 欢乐和婚礼的祝福 好没忘记啦 哈哈哈哈 好好听耶 好啦就只有这样子 以后我们会再收录 在专辑里面是婚礼的音乐 就这样 好就是这样 所以那好我们就回到刚刚 全副W这个团队 我记得是去年所成立的嘛 对不对 最开始的想法其实是2017年的3月 哦3月 嗯那时候我有一个机会 去到中国服饰 嗯那在那服饰的过程当中 觉得很开心 那跟我一起去的有一个童工 我们在宿舍里面聊天的时候 就聊到说 诶如果能够有一群敬拜者 能够一起进到教会的里面 一起来帮助教会 在敬拜方面的 那该有多好 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然后一直到2017年的11月 11月我们开始有 那时候有一场敬拜 那在那个敬拜特会的里面 我有发 我们有唱几首我自己写的歌曲 像《成为光明之子》 然后还有那个 《大能拯救主》等等 那后来就想说 诶如果那些 所以是这个吗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第一张专辑的 就是第一张专辑 诶不好意思 打个广告一下 不是业配 我们就是广告 麻烦大家可以来买一下 各大福音书房都有在翻售 诶真的 福音书房有卖 好然后 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想法 想要录一张专辑 那在录制专辑的过程当中 圣州的那个意向就越来越成型 所以后来就 我们就开始了 有一个团体 叫做圣州的 那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这个三个W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是 就是跟敬拜者一起敬拜 跟敬拜者一起敬拜 所以就是当我们 你们身为敬拜的人 跟底下的人一起来敬拜的意思 互动的 其实基本上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跨教会的 就是不同的宗派 那我们能够一起敬拜 一起聚集这样子 所以意思就是说 TripleW跟其他的敬拜团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 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一般来说敬拜团 都是在自己教会的 但是TripleW有一个特别的 就是我们希望的是 进入到各个不同的教会 然后去寻找敬拜者 然后我们能够跟不同教会的团员 能够组成一个团队 能够一起敬拜 哦 了解 那我觉得TripleW还有一个部分 是目前我正在做的 我觉得也越来越有负担 就是寻找创作者 那他们要怎么来找我们 找你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下面留言 下面留言 如果你会创作的人 还有做词作曲的人 可以来找一下四字幕司 可以吗 是可以可以 就是你可以 让我听听看你的作品 然后我们可以 那他可以寄demo来吗 可以啊 那他可以写词吗 寄给你 那你 木雄我们的团队还没有很大啦 那怎样 等一下 没有因为牧师 我知道他有当过评审嘛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其实 而且牧师他其实在教会 他自己 也有教导音乐 然后在各个 有开班嘛对不对 对有开班 然后有教导音乐 所以其实牧师他是非常专业的 刚刚聊到说 词曲 寻找词曲创作者 对对对 是我的一个负担 因为我之前 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就开始 有很多的诗歌 陆陆续续的写出来 那但是 好像没有人 可以协助我 再接续下一步 怎么样子 让这些诗歌 能够结出一些果子 好像没有人可以协助我 所以我相信 在台湾 各个不同的地方 应该也会有在地的创作者 你有感动 你会写歌 可是没有人帮你想下一步 可以怎么做 那我想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我希望能够让一些 即使他没有很多的资金 但是他有感动的 他真的 那些诗歌是真的可以拿来敬拜神的 可以带领人来到神面前的 我希望能够帮助这样子的创作者 对 让这个Triple W的专辑 我们说我们会一直出专辑 但是我希望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平台 就是让更多的创作者 能够有发表的一个机会 那让他们也能够知道说 他们的歌曲是可以被神使用的 是了解 那牧师可以请你分享 你在成立这个Triple W的时候 你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些事情 我们第一次聚集的时候 其实人数还不是很多 然后也是在同样的这个地方 一起聚集 就是这个地方 几个人啊 我们那时候几个人 好像真的不到十个吧 不到十个人啊 六七个有没有 那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 我觉得好像看到一个团队 渐渐的有一个开始 其实那时候心里是蛮激动的 因为原本Triple W只是一个 放在头脑里面的一个东西而已 就是很像只是一个目标 然后但是好像都还没有一个成果 但是当第一天开始的时候 心情是有一点开心的 有点劝悦的 有兴奋的 然后其实内心是有点澎湃的 是 有点想要 你知道 了解 我觉得这样很好 那之后 你们大概多久会聚集一次 我们之前我们是一个月 我们就希望能够聚集一次 因为是不同教会的嘛 那所以聚集的时间 其实有点困难 因为有些人白天上班 有些人晚上上班 那要吵到一个共同的时间 一起来聚集 是有点困难 而且我们也不希望是周末 因为周末 各个不同的教会的敬拜者 都在教会里面侍奉 哦对对对 我们希望不是把人带出教会 而是希望这些人 我们一起聚集的团圆 在周末的时候 能够闻生在教会的里面 进入教会里面服侍 是 会不会希望说出去 全副W出去 出去教会 对 巡回 对 是 有吗 我们你们有 有吗 有 其实去年陆陆续续就有几场 那但是比较多是 个别邀请的 我记得去年有一次去 迁徙基督之家 那个是我们第一次以团体的 就是我们是一个团队一起出去的 嗯 那之后 今年 今年我其实跟神 当然 在一个祷告的过程当中 我跟神说 求主给我七次的巡回 哇 然后 现在几次了 到今天 现在 现在几次了 现在应该已经四次有了吧 快达成了耶 对啊 差不多 超过一半了 哇 对我觉得每一场都是上帝所预备的 真的是充满感恩 因为一开始说七场的时候祷告 一场都没有 也不晓得说要怎么去 但是渐渐的就有人开始邀约 有人开始知道我们 然后我们特别在YouTube上面 在FB上面有一些平台 然后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消息 开始就有一些邀约进来 所以非常感恩 了解 那可能大家不知道 四字牧师其实他有做过一首 非常厉害的 也不能讲厉害 因为其实很多诗歌真的很厉害 但是大家一定有听过一首歌 在收入在大卫章目 这首歌叫做我们线上 对不对 是 这是其实是四字牧师做的歌 但是他还有跟其他人一起做的歌 但是这首歌 其实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 大家不想要听 想要听好 我知道 来我们请牧师 我可以跟你一起唱吗 可以 好 我们需要那个小赵 小赵 我们献上全心的赞美 回忆之高全能的君王 我们的声音 诉说你的荣耀 你的慈爱 你的慈爱直到永远 我们献上生命的精华 可不能够更多情 我看见你 我看见你 我们的耳朵 送送你的美好 看见你 向你来 赞美好 我看见你年轻的 我看见你 犹牧 我看见你 的爱 其實我有 當然我們目前來說 我們就是幫助各個不同的教會 像這張專輯有三間教會的詩歌 創作詩歌在裡面 包含中立領養堂 然後南侃掌擾教會 跟平正進行會 特別最近在錄製他們的詩歌的時候 接觸到他們團隊的一些成員 那我覺得那個也是一個新的 新的接觸 那我是希望說 未來TripperW能夠繼續 有更多的團隊能夠興起來 不管是樂手 主領或者是後製團隊 其實我相信台灣 台灣人寫的詩歌是很好聽的 我也這麼覺得台灣人的詩歌 我覺得我們太常就是 聽國外的音樂 或者是別的敬拜團音樂 但是我們台灣需要有 自己的創作 對不對 真的 所以牧師他剛剛唱的那個 我們線上的敬拜 其實我先前有稍微問他一下 他說其實他在創作這首詩歌的時候 其實他裡面是 對這一塊的土地的一個線上 對成的一個線上 所以才闡述了這一首詩歌 是吧 其實那時候是一個特會 一個講員講到說 在不同土地的創作者寫出來的歌曲 其實對那個土地是有影響力的 那我就在思想說那台灣呢 像日本有日本的團體 他們是用他們的母語唱他們的詩歌 那韓國有韓國的 但是台灣似乎我們當然很感謝 有一些團隊他們有翻譯一些詩歌 那我們也很喜歡唱那些翻譯的詩歌 但是關於台灣本土的創作型的詩歌 其實還是算蠻少的 對 那我是希望說能夠找到 這塊土地的創作者 讓我們一起用這塊土地的語言 我們一起來寫一些詩歌 來獻上給神 也讓教會能夠有更多的詩歌 能夠選擇 嗯 了解 好 那牧師還有什麼話想要對 就是大家說呢 今天很開心跟大家分享這些 其實我們團隊在走的整個路上 有些時候會覺得有點小辛苦啊 那特別是面對未來的道路 我們也很希望說能夠有更多的人 能夠加入我們 那請大家也為我們禱告 希望我們能夠走得長遠 能夠走得好 並且能夠看到一個團隊 不斷地興起來 不斷地發望 嗯哼 了解 好的 那接下來這個時間呢 大家聽完那麼多震驚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需要來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對不對 好 上道具 因為我們要玩一個小遊戲 我們牧師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就是要玩一個小遊戲 哈哈 好 最近 來囉 緊張的時刻要來囉 為什麼呢 來 牧師他是創作型歌手 這時候我們要來玩一個小遊戲 就是在這裡有一些的卡片 然後想先請牧師來抽一下 白色這一區抽一張 抽一張 就這樣一張 好 OK 打開來 你也可以鏡頭看一下 你賣 好 這個是什麼呢 好 等一下再告訴大家 來 這邊抽一張 這邊是人物 我們來看看牧師抽到什麼人物 哇 David耶 喜歡嗎 還不錯 好 你剛才那裡打開 那這邊抽一張 都各抽一張 你 椒 椒花 OK 椒花 還有呢 這邊抽一張 好西瓜 這邊再抽一張 你為什麼都要抽第一張 海洋 好 那我們就是 剛剛牧師抽到第一麥 大衛 David 椒花 海洋 西瓜 我們要請厲害的創作醒牧師 來透過這一些小遊戲 然後創作一首歌 但是裡面要包含這些歌詞喔 全部 隨便你創作 就是要包含這些東西 就是那一劇的裡面全部都要有 對啊 隨便啊 你要做反正一小段就可以了 就那小段裡面都要有這些詞 要有這些東西 D麥也要有 但是只能用D麥來談 只能用D麥來談 對 因為你抽到D麥啊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啊 那你 你會D麥嗎 會啊 那有什麼好難的 你說只能用D麥這個和弦 對啊 和弦的 應該是 調吧 D麥這個調 D麥這個調 D麥 D麥的調 然後 來喔 來喔 那一天 那天 在沙漫陽光的海洋 大圍牆 這天高深長 你叫光 花草 還有那西瓜 這個世界你掌管 你掌管 太厲害了 欸真的是創作型歌手欸 我沒有在概念 大家 有沒有覺得這個遊戲很好玩 有沒有 我覺得超好玩的 欸我們真的沒有Rae好喔 真的 牧師他 他真的是即興創作的 有幾個音還不確定 好厲害喔 超好聽的欸 好啦 今天我們就到這裡囉 God bless you Bye Bye 好了 真的是 感謝大家的收看 記得 按讚加訂閱跟分享 還有如果 你們有任何的問題呢 都可以在我們底下留言 還有分享 我們到時候會分享更多 TravelW的音樂給大家聽 OK God bless you Bye Bye 謝謝